18点35分了朋友们1月26号啊 这个捷克共和国捷克共和国的国防部的部长 应该是一位女性叫亚娜切尔诺霍娃 切尔诺贝利吧核电站 我想起来啊 在乌克兰的那个核电站的泄漏啊 苏联时期那种非常邪恶反人类 法西斯的那种统治是吧 让无数的人最后被这个核污染是吧 暴露在核射线之下死于非命啊 让无数的人生不如死 罹患这个传染病是吧 这个捷克国防部长叫亚娜切尔诺霍娃对媒体说 如果基辅一般来说基辅在这就代表乌克兰中央政府 是吧就像人们常说的台北北京东京华盛顿对吧 他代表政府啊 提出要求 捷克共和国就可以派军队到乌克兰 帮助反击俄罗斯的侵略 如果苏联占了俄罗斯啊 如果普京普京长期独裁统治下的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 那么下一步就直接会威胁到波兰呀 立陶宛呀 捷克呀 匈牙利呀 罗马尼亚呀 摩尔多瓦这些国家 甚至黑海的土耳其 是吧 这个北边的 北边的 当然那个那个白俄罗斯啊 是站在俄罗斯这边的 对吧 他还说捷克准备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比如说152毫米的这个榴弹炮或者加农炮还有弹药啊 他说乌克兰是北约组织的伙伴国 还不是正式成员啊 一直想加入这个北约还不让人家乌克兰加入 怕得罪俄罗斯 也是捷克的伙伴国 此外两国有着共同的历史或者共同的惨痛的记忆 就是都曾在苏联的统治下 是吧 有那么几十年吧 生不如死的啊 被俄国人 俄国的军队啊 当时以这个华约的名义 华沙条约组织的名义啊 我们看看啊 现在还有一些朋友进行评论 说如果俄国侵略乌克兰失败以后 欧盟成员国可以免费使用俄国的天然气 和石油 他战败了啊 让他支付战争赔偿 说捷克这次比英美法德都让人更加的敬佩 捷克被人出卖过呀 当年那个慕尼黑协定 对吧 莫索里尼 希特勒 张伯伦 法拉第 对吧 义 德 英法 不是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了吗 先从出卖苏台德开始 后来出卖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所以捷克有这种惨痛的教训 波兰也有 是吧 当美军进入波兰的时候 前几年 对吧 波兰人举着一个牌子 你们来晚了50年 是吧 也许是60年啊 我不记得了 说这些被俄罗斯蹂躏过的国家 不会错过这次机会 报仇雪耻 报仇雪恨啊 说捷克好样的 捷克的军事工业在欧洲是很强大的 他们说还有一个四国联盟 捷克波兰四国联盟 四国联盟 有捷克 有波兰 有匈牙利 还有谁 我不记得了啊 捷克 波兰 匈牙利 乌克兰可能 是吧 他们这个一个小的组织啊 四国的一个联盟 可能是要对付俄罗斯的啊 好吧 朋友们啊 就关于这个事 现在反正德国的国防部长啊 还说他很敬佩俄罗斯 敬佩普京 看起来很怂 很怂啊 我听说在德国啊 还有一个很强大的亲俄势力 这个 我就很纳闷了哈 这个这个两国不是世仇吗 俄国又是一个半独裁的国家 为什么有这么多德国人崇拜俄国呢 至于不能立起来